是非常好的 那么是否自己可以通过观看 那么通过了解 然后下一段时间 通过训练来赶操对方 光练不赛是没用的 就像你读书 如果要是你光温习 没有一个考试做检验的话 恐怕你也很难记忆 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对于比赛和训练的关系 运动员自己心里面是有把秤的 他们不少运动员参加 像参加亚运会这样的比赛 他们就把取得成绩的定位 定在跟自己相比 我上一次比赛我是第几名 这一次比赛我得了第几名 我得到了提升 我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那么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是 通常是这样一个方式 当然作为运动员 到了一定的层次以后 那么他的比赛 一方面刚才讲的是一种检验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有一个目标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层次比较高了 对 我参加这个比赛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要跨越 对 我是要不能冠进去的 还是其他的目的 到了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目标了 就是作为观众来说 你达到了这个程度 达到了这个水平 观众也要求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观众认为你就是失败者 是 好了 现在 问赛和陈耀宗第二局的比赛呢 现在比分是8比3 还是泰国的问赛呢 领先 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从实力上来说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问赛呢 是在陈耀宗之上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陈耀宗只是 只要能够打出自己的这个水平发挥 就是不要有什么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陈耀宗呢 也能够展现出自己这个训练水平的这一面 从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呢 虽然比分落后 但是陈耀宗呢 应当说打的还是比较放得开 在这其中啊 像这个往前的斜线小球啊 还有就是这个抓住空当的机会 这样的扣杀啊 也还是有所表现 所以在这场比赛啊 两个选手的这个心理 作为问赛呢 就是我打的更加放松一些 这个不会有什么压力 因为对手不会给自己带来压力 那么作为陈耀宗来说呢 我也不跟你计较什么了 我按我自己的想法打 是 有的时候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们琢磨一下 运动员的这个心理变化 真的是挺有意思 甚至于里面有很多哲理 是的 其实 这位运动员 心理的层面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心理素质 一方面就是 在比赛当中 你是如何去面对的 因为很多运动员 平常训练非常好 或者队内的比赛也非常好 但是一出来比赛以后 整个打法 那种心态呢 就完全是两个人 那么这种情况 主要一方面就是他的心理素质 因为换了一个地方 首先对环境 他觉得很不适合 这是首先给他在心理上面 已经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再一个呢 可能比如说我想胜 或者我这个对手 不是我平常训练我不熟悉 就心中没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所认为就是 他的心理素质不够关 就是对自己那种自信心 不像在这个平常在家的时候 那种自信 对 好了第二局的比赛呢 11比4是温赛领先 那么休息了以后呢 继续比赛 温赛又得了一分 12比4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陈耀宗啊 真的今天他也是心里面 没有什么负担 打得并不拘谨 所以这个机会 有的时候打得还挺好 作为这两位选手啊 刚才这个赵上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说他们呢 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但是呢 从这个成熟度啊 和稳定性来说呢 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啊 是 其实目前像场上这两位选手 除了实力有一点的距离以后 以外 那么温赛可以说 应该是一个心理素质 非常好的一顿 为什么 就是说他也不会紧张 因为从他个人来说 他的这个目的也很明确